是學會了利用Column跟Rule 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當然這個數字表格呢 它1月1號的位置並不在禮拜天 而是在禮拜五 所以它必須要移動幾個位置 6個位置 有沒有 6個位置-1啦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位置 減掉6之後 它原來有1一下把它加回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 把不相干的日期把它去除掉 所以最後的話應該是去掉小於1的 跟大於31的 大於31就是這些 所以會有兩個條件 所以兩個條件的話 理論上我們就需要用到邏輯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先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那我的習慣是插入這個if的檔數 所以if就是在邏輯裡面的if 那這裡我們會用到if跟邏輯裡面的或 或的話就是偶爾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 你如果要插入函數兩次 有時候會蠻混亂的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第一次插入函數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偶爾的話會直接打在這裡 所以兩個嘛 我習慣是這樣 用偶爾直接打 記得偶爾它的規則也是這樣刮阿虎 那刮阿虎一定是第一個條件 如果第二個條件是斗點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是非常容易做錯的 但是如果你掌握藥取 應該不會太困難 先偶爾全刮阿虎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上做什麼呢 如果這個的結果 小於一 所以你直接打小一 有沒有 就比較一下 它的剛剛那個公式的結果 如果是小一 小於是0嘛 然後負的那些出現的話 第一個條件 那第二個條件是斗點 再把它貼一次 那大於多少 如果是大於31的 大於31 31在這上面有沒有31 而且其實如果你是二月的話 那就不一定31 所以我們拿這個日期當一個基準 這個日期 那就是哪一個 就是L3 那L3這個儲存格 必須要固定 因為待會兒會向右向下 所以記得L3怎麼樣 記得按F4 所以我剛剛打什麼 先偶爾對不對 偶爾錢瓜糊 然後貼一次 然後它是小於1對不對 豆點 然後再貼一次 大於什麼 L3 所以L3 記得L3前後都要加錢的符號 有沒有 然後記得後瓜糊一下 記得喔 這個公式不要打錯 只要你這樣做OK 那恭喜你 你將來 你再處理一些 複雜的邏輯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啦 甚至還有可能第三個邏輯 那你就再豆點 第三個 第四個 記得 或的話 偶爾啦 就是說 其中一個為處就為處 那如果兩個都要為處 那就用AND 不過不可能說它又負的 它又大於 兩個不可能同時出現 不可能又AND 所以你千萬不要用AND 記得最後再後瓜糊一下 記得它規則一定是 偶爾前瓜糊 第一個條件小於1 豆點 第二個大於L3 後瓜糊 這後瓜糊一定要加一下 查到同時後瓜糊忘了打 那如果這個其中一個為處的話 那我們就是 把它變成空字串 這個空字串前面講過 就是清楚 就是不要顯示任何資料 OK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再貼一次 所以最後這個一樣貼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邊其實我是把公式貼了三次 一次判斷是小於0 大於L3 跟輸出如果是False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是小於1 所以這個為處 這個也為處 所以前面這個都為處 那你會發現 為處的就不出現 那底下的大於31的也就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樣就OK了 好那最後的話 我們如果2月份 2月的話 2月1號應該是 禮拜一吧 所以應該2月1號 所以我把它換一下 2021的2月份 有沒有發現 他就到這 他的總天數 那就變成28天 所以你會發現喔 因為我這邊有沒有 跟這邊是連動的 所以他會把這個資料取過來 取過來之後呢 自動告訴我是28天 所以因為邏輯 我們一下的是 應該是小於有沒有 這個邏輯是小於L3 有沒有 小於L3 在這裡 小於L3 所以他L3的都不見了 OK 那如果3月1號的話呢 那就是3月1號應該就是 還是在禮拜一嘛 3月1號有沒有 他就是一樣禮拜 總共幾天 那就31天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整個年曆呢 就通通出現了 不 月曆 只是說你要切一下 OK 不過也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下子 12個月通通顯示 在一個工作 可以啦 只是說 你可能就是 如果用函數來做 不要麻煩 可能用VBA來跑會比較麻煩 因為跑一個回圈 他就自己跑了 自己幫你把這些東西畫好 可是如果你要用那個 函數像這個 來跑多個 月曆的話 那可能就比較麻煩 變成你要手動 自己要做一些框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最重要是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函數 就是 我是先插入一幅 然後把它貼上去 用偶爾 錢掛符 第一次貼 然後 小於0 大於L3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把它變成VBA的話 有沒有這一串 因為你會發現 這一串邏輯 假如說呢 你要把它變成VBA的話 該怎麼做 哇 你想說 哇 老師這個已經夠複雜了 那VBA不是更複雜了 其實 如果你懂了這個 你再去變成VBA 其實相對會比較簡單 因為你至少是了解 那所以待會 切到這個隔壁的這邊有沒有 那一樣 我們就是 可能你還是要自己先手動 上面這些東西 就是把這個黏到月 Ctrl C 也是一樣幫我複製到這邊 因為它這邊本來沒有 所以一樣 我們就不重做了 直接把它拿來用就OK了 比如說它是 2021好了 剛剛2月份 然後 這四個一樣拿來用 因為我們就不重做了 Ctrl C 然後 貼到VBA這邊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按下它 自動把2月 2月份的全部跑出來 跑出來不是用 Esser的函數喔 而是用VBA的話 有沒有 欸 清楚 那如果要跑2月 1月好了 有沒有 一樣 1 31 但是裡面其實沒有任何的公式喔 意思就是說 會跑出這些東西喔 都是在VBA裡面寫出來的喔 OK 其實怎麼寫 概念跟 Excel的函數一模一樣 只是要轉變一下 至於細節部分喔 我是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就是公式 剛剛第一個公式 那另外VBA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在底下 可能要分成1 2 3 4個步驟 分別完成 這樣這一題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